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病症似乎是中风 既是中风 何不赶紧开方救治 多查一天便耽误一天病情 只怕父皇不是真正的中风 而是太子嫌的也不嫌弃 耽误之气 还是要赶紧查明病医 让父皇赶紧醒过来 嗯 放东宫之令 即日起 封锁宫门 无令莫得尽忠 皇臣戒言 宫里的消息就传不出去了 我留在宫里帮你 不行 宫里太危险了 我不能留你在此 如今我在芳华殿 是燕妃娘娘的人 太子不敢对我动手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到解决的办法 你不该再被这些事牵连 父说从来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不该由你一个人来承担 王爷 你让我留下来 能够更快地助你调查清楚皇上的别姻 闭宫门 我阿娘的簪子先押你这儿 我不会拼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军 已经打听过了 既然皇上召见太子殿下与锦王殿下时 秉退了所有人 就连刘公公 也不是殿内究竟发生了何事 那现在情况如何 刘公公已经案例开始排查 皇上因应赤川接触之物 目前未发现任何异常 御医院说 皇上是因为积劳成疾 所以导致的中风 如今皇城戒严 龙体恐非小样 传本将的令下去 平南军各部严加防守 以防外敌入侵 伍府已经交给皇上 会有人接受 军务之事一日没有交界完成 本将就还是大言的将军 不得懈怠 你先回去吧 我去看看姑母 是 我去看看姑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